1949年10月1日下午30 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向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目前大家看到的这段影像 是由中央档案馆修复制作的一份 开国大典彩色影像 我们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上人头攒动 那么朋友们 除了那些被我们所熟知的人物之外 这些被镜头捕捉到的一张张脸庞 你知道他们都是谁吗 1949年10月1日下午20 也就是开国大典前的一个小时 在中南海勤政殿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会议结束后 宣布就职的委员们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对照着这张珍贵的历史合影 我们可以把他们中的一些人 从视频中找出来 首先镜头给特邀首席代表 宋庆龄女士一个特写 1949年8月28日 受中共中央致齐先生命驾北来的承邀 宋庆龄来到北京参加新政协 在9月30日结束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然后镜头转到了被大家所熟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刘少奇 而在他身后左侧的这位先生 虽然只露出了半张脸 但由于相貌很有辨识度 我们依然能够认出 他就是领导了南昌起义 安援大把工的李立三 而在他右侧抽着烟 只露出一个侧脸的 则是新疆代表赛福底 曾担任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 紧接着 画面左下角的这位先生 是天津永利检场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创始人之一的李竹辰 在抗日战争期间 他言辞拒绝了日本人的合作请求 命人拆掉了所有的仪器 携带上万图纸资料 和所有技术人员转移到了重庆 支援抗战后方的食盐生产工作 是食业救国的典范 而在他身后 努力向前张望的可爱老先生 则是前北大哲大校长 中国经济学泰斗 人口学第一人的马寅初 而镜头右边这位戴眼镜的老先生 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本次开国大典的主持人林博渠 这位大佬经历的事 就多了 比如加入中国同盟会 参与创办中国共产党 南昌起义 国共第二次合作 红军长征 全国政协筹备 都能见到她的身影 随后在画面左侧的 这位慈祥的女士 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 民革主要创始人之一的 何湘宁 而她的丈夫 就是曾协助孙中山 建立中国同盟会的廖仲凯 在她的右侧 这位身姿笔挺的老先生 名叫吴玉璋 他与之前提到的林博渠 以及徐特丽 谢绝斋 董碧武 曾被尊称为延安吴老 而吴玉璋 更是中国人民大学创始人 他所领导的全国文字改革工作 如推广简体字 推广汉语拼音 推广普通话 为大众推导了获取知识的高门槛 探后镜头给到了一个大远景 这时虽然我们无法看清楚人脸 但我们还是可以大胆猜测一下 视频左下角这位站在刘少奇身边的 戴着特殊民族样式帽子的同志 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的首席代表刘格平 而在他身边 胡子样式较为特殊的老人 很可能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建者之一的彭泽民 画面中站在右手边的这位老人 是已经74岁高龄 被选为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君如 站在后方戴着眼镜的先生 是随时准备应对升旗突发状况的工作人员 北京市政研究院总工程师林志远 开国大典所用的旗杆 就是由他亲手设计施工完成的 而和毛泽东一同脱帽的这位军人 则是参与指挥过强渡大渡河 六渡赤水 百团大战等经典战役的名将 罗瑞卿 站在画面中央的这位白胡子老人 就是曾经参与过戊须变法 反袁世凯斗争的爱国民主人士 陈淑通 站在他身旁的先生 虽然被话筒架挡住了脸 但是通过发型等细节 我们猜测他很可能是爱国民主人士 教育家张希若 而在另一个版本的修复视频中 我们就能够看到他清晰的政令 正是他提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作为中国国民 随后 镜头捕捉到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的 董碧武先生的政令 镜头再次拉远 此时我们可以看到 画面左下方人群中 有一位非常年轻的代表 他正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员中 唯一一个出生于20世纪 当时年仅44岁的高刚 而在视频右下方 在沈君如先生前面 还站着一位和他一样有着花白胡子的老人 他就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之一的张岚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个画面中 张岚老先生面朝的方向 有一位先生正好在向前张望 他正是黄炎培 而接下来的这个画面中 朱德正准备下达阅兵指令 而在他右方 四位野战军将领一字排开 从右至左 分别是贺龙 刘伯成 陈毅 罗龙桓四位元帅 除了以上提到的人 根据《开天辟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这本书的记载 还有以下几类代表 也来此参加了活动 其一 中共 民阁 民盟 等各党代表142人 例如视频中站在左侧的赵普出 其二 军队代表60人 这次镜头给到了两位海军军官 左边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 邓兆祥 右边的是张作霖第四子 张学良之地 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张学兹 其三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全国工商界等团体代表206人 例如镜头拍到了两位女士 左边的是参与组建 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工作者 陈波尔 右边的是全国妇联常委 兼生产部副部长 罗书章 其四 西北 华北 华东 东北 华中等区域代表 102人 其五 梁思成 张世昭 梅兰芳等各界特别邀请代表 75人 由于本次开国大典 绝对性地对外保密 所以出席的外国人非常少 仅有以苏联著名作家 法杰耶夫 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学家代表团 和已经在京的朝鲜人民代表团 以及一个来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斯巴诺 坐在左手边 手拿礼帽的就是法杰耶夫 西蒙诺夫则是坐在他的身后 在以上介绍的众多人物中 又有没有你所熟知的那一位呢